我刚刚讲的 如果它里面 可能第一个你可能要区分什么 这根里面呢 到底有没有资料 如果有资料 有资料的话呢 第一个 就是至少它会是有一个资料 至少 OK 那什么情况下会有一个以上的资料 就是它后面会多找到什么 找到就是有换行 所以这个地方呢 换行 有一个换行 那表示它有两笔 像这边有两 这两笔的 它至少有一个换行 如果找到一个换行 那就两笔 找到两个换行 那就是三笔 那以之类推嘛 也就是找到几个换行 就把它加一 表示它的笔数就对了 OK 那我们要怎么样完成 这些相关的动作 当然你如果做完之后 事情大概就解决了 那里面当然 第一个我们 城市撰写的逻辑 一 我们先把那个一整列先做完 我们当然不用弹行 先做一列就好了 那这一列怎么跑完呢 我的城市叙述一定是for i 不是不是for i 因为我是横向的 所以是for追哦 OK前面要讲过吗 不是有一个i有个追吗 那我的逻辑吧 我的习惯是 如果列是i 如果是蓝是追 那for追等于什么呢 for追等于是到最右边一栏 最右边一栏的话 它会跑到这边来 你可以ctrl向右看看 可是你会发现 如果把游标放在这边去侦测 一定是不会正确 所以理论上会放在哪边侦测呢 大概放在这上面吧 OK 也许B1 B2 也许是这个D2 好 ctrl向右 那你会发现跳到合计 可是我们不是跑到合计嘛 所以变成怎么样 把它减一就好了 OK 所以那个for追那个叙述应该还记得吧 for追等于是到什么呢 那个and的刮弧 xl to right 就是向右的column 再把它减一嘛 应该还有印象吧 对不对 那我们就知道 那个for net的范围在哪里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我要先判断什么 if sales里面如果 如果不等于 我因为 我们先判断什么 如果它里面要加的情况是 不等于什么 没有东西 那如果等于东西 没有等于东西就不用 因为我们理论上是 要去算有几个嘛 所以理论上这个空的就不用加一了 所以里面是 我们会需要有一个变数 类似像那个 上个礼拜讲到有个k嘛 这个k的变数应该还有印象吧 这个k的变数实际上就是怎么样 我们第几列 那我如果说 我要让它往下一列的话 我就把它加一 那这个地方也是类似 也就多一个 我就把那个k 啊不过我也许不一定要k啦 就是counts也可以 把它怎么样 等于什么呢 等于k加一 加一表示说多一笔 多一笔多一笔 那最后的话呢 把这个k怎么样 输出到我们最后合计那个储存格的位置 其实就可以了 好 ok 第一个啊 那第二个 我怎么知道说 这个换行啊 在VBA里面怎么判断 其实呢 这个换行啊 在VBA呢 你特别注意啊 我们上个礼拜有讲到有关那个人 不是人是这个应该是啊 那个什么 判断那个数字 非数字里面 我有特别强调一个ASCII code 对啊 而且ASCII code里面呢 你可以看到 它不是只有数字 还有那个文字 就是英文啊 其实里面你可以看到 有一个是控制码 这控制码里面呢 你可以看到 它的编号10的地方 这边有一个NL 实际上就是什么 New line New line意思就是换行的意思 也就是在Essal里面 它如果那边有一个 那个什么换行的动作 它就会有一个ASCII code里面 是10的这个内码 在那个位置 所以呢 我只要怎么 搜寻一下 到底它里面 有没有这个东西 有的话 那表示 它至少会有一个以上 ok 那当然呢 那一个以上的话怎么办 你要让它一直往下找 找到没有为止 那找到就把它加1 找到就加1 所以呢 这个地方我们要怎么使 所以这个地方呢 你要去找那个什么 ASCII code 10 那上一半有讲到一个 VBA里面有一个ASC的函数 那你怎么样 瓜糊里面 你放一个 也许储存个资料 如果这个ASC里面 它又找 那怎么找 我们可以用前面讲过 有一个INSTR 在VBA里面用寻找的话 是INSTR 寻找什么呢 寻找ASC里面 如果有10的话 那表示呢 它会有一个换行 ok 那有一个换行 表示它至少两笔 那如果我要往下找的话 那INSTR 可以怎么样 把找到的位置 再继续往下找 继续往下找 知道找不到为止 那我就可以知道 里面大概留机笔了 不过程式如何撰写 刚刚的叙述 如果要把它变成什么 变成一个程式的话 就类似像这样子 按下去 全部加在一起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来看一下 OK 首先 这个就是forJ 等于第四栏 到最右边栏 最右边栏呢 从第二开始侦测 end to write 的column 那必须把它简移 为什么要简移呢 因为这边有一个合计 这个不要再往 就这边停下来 OK 把它简移 一个NAS 那如果没有资料 我就不加一 因为如果你这个地方 做一个逻辑判断 如果什么呢 从第四 这个三是指第三列 从第三列里面呢 向右边一直跑 如果它什么 等于空的 就不要进来了 那如果不等于空 表示说里面有资料的情况 有资料的话 至少会有一笔资料以上 那我就签怎么样 如果不等于空的 表示它至少会有一个 那我这边就多一个变数 叫icounter 当然前面我们好像也 也用过叫K 讲过那个名称 其实是自己订的 你要叫K也可以 那我这边取叫icounter 等于icounter加1 那也就是不等于1 不不等于空的 至少会有一笔 所以先把它怎么样 先加1吧 表示它有一笔了 那什么时候会有第二笔 就是呢 我在里面找 那怎么找 前面有讲过 用那个insd 因为在VBA里面 不能用fine函数 那如果函数里面是用fine函数 在VBA里面呢 是用insd 这个好像前面有讲过 那去哪边找 去这个储存格里面 找有没有什么呢 有没有这个实的这个储存 特别说 那我怎么知道说 里面是换行 其实外面可以包一个什么 CHR 那在那个ecell里面是CHAR 在这里的话是CHR 我们就可以啊 利用这个函数 把10放进 那10的话意思就是说 在ASCII Code里面 这个10的位置 那我把这个位置呢 转换成一个newline的一个 这个什么呢 智源啦 实际上就是一个智源 这个做法啊 有点像在那个ecell里面 ecell里面他的那个是用CHAR 其实这个道理有点像这样 CHAR 假如说你这边呢 假如ASCII Code里面 我输入这个 比如说我这边65好 65是a 我就输入一个65 enter 你会发现这边会输入a 那如果说我要换行变b的话 那你可以怎么样呢 这个好像前面讲过吧 你可以and 复制有没有 然后这边串接一个and 那当然你可以把这边贴上 这边假设一个这边变成66 他变b 可是变ab 可是我今天如果要a 换行b的话 你可以在这边 再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10 10的话是什么newline 对啊 换行 那按打勾 这边的话呢 有没有 他这个a 跟b 就会换行 不过 还需要做一个动作啦 就是什么 这个对齐方式啦 自动换裂 因为你自动换裂 如果没打勾的话呢 他也不会帮你换裂 我看一下确定 有没有 ab 这个好像前面在 有讲过这个部分吗 他有印象吗 学习那一题好像就有讲类似的 那也就是说呢 如果我今天要输出一个字元 它是 10的话 那我可以 那当然vba里面呢 函数名称 长得不一样 他叫ch 找一个a啦 不过概念上都是一样的 那我利用刚刚的这个方 这个 这个方式 我去找找看 在哪边 储存格里面找 有没有这个东西 有的话呢 那你先告诉我 f f什么呢 找到的位置 OK 也就是有找到的话呢 那表示 他有 有 有下 有 有 已经找到一个 那表示什么 他有可能有 两笔资料 那我 这个地方先把它记下来 哎 他的位置 再来 这个底下这个 do file 加一个loop 这个也是一种回圈的叙述 在for 加nets 那do file 它是什么 do file一个 然后一个loop 他也是一对的 所以如果将来 你有一个do file 底下一定会有loop 所以一定要有缩排 那do file 跟fornets 你想说 这两个实际上都是 回圈的叙述 那回圈的意思就是说 重复让 呃 怎么 BBA帮你做一些事情 可是他们两者之间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for 他必须有一个范围 for 四到 哎 有没有 哪里到哪里 比如说四到一百 他就会帮你跑这么多次 可是呢 do file不一样哦 他后面放的什么 他是 放的是一个逻辑判断 这个逻辑判断呢 有点像一幅后面的这个逻辑判断 也就是说如果 这个条件啊 为 true的时候 他就往里面跑 这跟那个一幅一样啊 往里面跑 如果不是的话呢 那他就跳离这个回 跳离回圈 所以这个里面后面放的是什么 是处跟false 也就是说如果 那什么条件呢 因为我前面讲过啊 inst 他如果找到的话 他会给你一个数字 是找到的位置是第几个 比如说呢 我们第一笔记录 他力增多 哎 再来一个吗 就第四个 所以呢 他回来 f的部分呢 那会是4 如果他找不到的话 像比如说像 这个好了 天力转 这个后面没有换行 他回来就是0 就是告诉你 哎 没有了 0 OK 那表示说他找不到 所以如果找到 他会给我们是哪个位置 如果找不到 就是0的意思 所以呢 这个叙述就都快哦 你帮我继续做哦 什么时候 直到什么状况呢 直到找不到为止 也就是说他如果 不等于0 表示说找到了 找到了哦 OK 找到了 那就先怎么办 先帮我加一个 表示找到了对 那表示 下面又多一笔了 OK 那可是问题你需要再帮我继续找 那怎么继续找 你会发现哦 继续找哦 这一行跟这一行有没有 最大的差别多一个什么东西 其实这一下面这一行是把 上面这一行 复制贴下来 前面加一个什么 F加1 那所谓F加1是什么 因为找到那个位置 我希望让他往后面继续找 哎 所以呢 这个意思说 这个 是大了 就是从哪个位置开始找 那我就是 让他继续往下找 如果呢 又找到了 他又帮我加1了 表示说如果有找到一个 那就是有两 两笔 再找到一个变三笔 再来就是4笔了 反正一直找 直到没有为止 所以这个地方的好处就是说 不管你有几笔 反正我就一直往下找到 找到算到没有为止 那什么时候会算到没有 就是找不到这个换行为止 OK他就会帮我跳一个 那这样的话呢 一直往下跑 那换下一个 换下一个 最后的话呢 就帮我把这个结果输出到哪里呢 输出到我们Q栏 也是一样第三列 的位置 所以你可以看到 如果把刚刚的程式 把它直接 这个我看中下一个中断点 如果把它按下去 那你会发icons里面没用 预设如果找到的话 也会帮你加一 所以这边会有一笔 然后再来有没有找到 有找到有没有第四个位置 他就会 如果有先加一了 再往下找 往下找有没有 还有第八个也是 表示怎么呢 表示又多一个了 有没有三个了吗 啊这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这一笔了 123 OK 然后呢再找有没有 零了零了 找不到了 找不到怎么样 他就跳loop 跳出来了 跳到这里 判断一下 是不是零 是零了 跳 因为 如果这个条件呢 为false的话 表示他离开了 OK 所以后面 do file后面哦 记得是放逻辑判断 你只要放逻辑判断 他就会帮你一直找了 OK 所以呢 如果回去 这个也蛮常用到 也就是如果说你将来 会希望一直让 程式帮你一直找 因为你不知道说头跟尾的话 那你可能会需要一个 do file回圈 那这do file回圈 会用的话 其实工作里面还蛮多地方 蛮派的这样用上的 啊 当然理论上 如果你for回圈 跟do file回圈 两个都 可以熟悉的话 真的可以做出非常多东西 因为电脑全部都帮你自动跑完 OK 然后这地方的话 那最后呢 把它全部执行 他帮你加 加完之后呢 直接输出到这边16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希望不是只有找 一列 而是找 从哪一列呢 从第三列 一直到哪一列呢 一直到 也许我从 C3 向下侦测 ctrl向下 那 我侦测的话 那我就什么 把外面再包一个什么 所以总量 这个就全部的 for i 等于3 到 最下面一列 然后有个nest ok 那再把程式怎么样 这边 刚刚的程式 放在里面 其实就可以全部跑完了 其实 一般写法 如果你一次性没办法全部写完的话 那你可以分两次 先做出单列 再做出全部的东西 自然而然 这地方 我们就一列 然后进来之后 特别注意 底下会多一个去数 叫icom 等于 等于0 你想说这一个 有加跟没加差在哪里 我试一下 各位看 如果把它加一个单以后 表示不执行 如果我没有加这个的话 全部跑跑看 你会发现 16 31 35 什么意思呢 对 好累加 所以呢 如果你换下一列的话 势必要怎么样 先把那个什么 这个icom 这里面 这里面的词 怎么样 先把它归零 因为如果你没有归零的话 他又一直把他帮你加进来嘛 应该懂那个意思 这个icom 实际上就有点像一个计数器嘛 把人放在那边 你一直加 一直加就对了 加到没有为止 那最后当然就一个清除了 清除就把这个范围 我用range来 用range方式来清会比较快 Q3到Q33把clearcontents 这样的话就完成到这一集 所以这边的话呢 清除 单列一个 多列 OK 大家就这样子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好了 这个地方的话 我也把程式放在云关上面 给各位参考 画面 谢谢 还给各位一下 那这一题啊 其实最 我想应该对各位来说 比较陌生的应该是都 坏的这个 这个这个回圈叙述啦 不过像这一题啊 如果 没有用都坏回圈 这一题啊 做的话 可能 会做不出来 所以啊这边的话呢 我就是多一个都坏回圈 那其他应该 大致上前面都有讲过 好 所以这部分呢 提供给各位参考 另外还有一个是 就是那个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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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 就是 资源里面的 换行的意思 所以将来如果说你要 找那个换行的位置的话 或者未来当然不见得是只是换行啦 其他有关那个 其他的资源 你都可以参考 我们前面讲过的那个 阿斯基扣表里面 比如说里面有什么呢 有加减乘除啦 或者是什么 里面可能有 Space 空白 空白的话也是有可能会找 那在阿斯基扣里面 其实啊 都有那个 相对应的一个 他的位置 好 所以如果你将来要找也是可以 把这个当范本 也可以好 是把这个这个 你要的东西找出来 试试看 好 这个是额外的 刚好有同学问到这 这个题目 然后 刚好 就 顺便 当成一个 延伸性的 练习题 好 各位做说明 那里面 可以 可以试试看 那这些东西尽可能 真的还是要自己动手做出看 那如果 当然你如果都快回圈的叙述 如果做熟的话 其实将来 还蛮多地方真的还可以 派上用场 尤其像 像我工作部的自动化 比如说我怎么知道说一个资料夹里面有几个ecel的工作部 这个时候呢 因为我不知道说可能有几个那我可以用dow file来叙述 dow file 然后帮我找 直到找不到里面的档案为止 通常会也是会用dow file 所以 一般在VBA里面的回圈叙述 你大概就把这两个回圈叙述学熟了 基本上我想大概大致上就够用了 因为在VBA里面 不外乎就是 for的回圈 不外乎就是do file回圈 那VBA里面还有个什么 叫while when 其实while when 跟do file loop其实是一样的东西 所以你不需要去学两种一样的东西 你大概就学一个就可以了 因为两个最后跑完结果都会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大概就这两种回圈 其实就绰绰有余 我想各位试试看 好